今天國內沒有新增本土病例 距離上一次五月九號 本土零確診 相隔一百零八天 指揮官陳時中今天表示 大家都看到零確診很高興 但是僅代表疫情穩定 距離清零人有距離 強調只要做好疫調 清零 直日可待 相隔一百零八天 國內新冠疫情再傳好消息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二十五號本土零確診 不過也新增一例境外移入 和一例死亡個案 事實上為了嚴防Delta病毒入侵 指揮中心對於邊境都加強管制 同時也針對一百九十二名境外移入 陽性個案進行基因定序 高達百分之八十七 為Delta變種病毒 一百三十九名 百分之七十二 為無症狀及症狀前個案 三十四人曾接種過疫苗 凸顯Delta病毒的驚人傳播 與突破性感染的能力 Delta在國外非常的盛行 那臺灣曾經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在社區 那總共發病的有十七例 那經過這個時間 應該把這個社區的一個傳染 應該把他控制住了 那其他社區有沒有 當然不敢說完全沒有可能 但可能性很低 參考國外的一個經驗 一旦Delta 他入侵 他的傳播的力量是非常的大 那很快都變成主流株 另外國外有專家提出 未來可能出現更強的病毒融合 變成COVID-22 不過專家小組召集人張上淳認為 病毒本來就會持續突變 就在國內本土零確診的同時 外界也關心國內及邊境管制 是否有機會再鬆綁開放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疫苗覆蓋率高時 才會考慮放寬邊境檢疫的措施 這兩週將國內疫情守好守住 針對邊境管制 但是站在人道的角度 將以個案專案來辦理 至於跨國伴侶等 會透過外管以事實認定 來臺的必要性 入境也一定要嚴守防疫的規定 記者 我有陳立鋒 相關的防疫 我們從那裡 辦公室的辦公室 出發生 司機制下級